2018年8月29日詹姆斯自由市场打开的时候,一直被球迷的大球队盯着,很多强队都想引进詹黄这样的强者,火箭,胡人等。 然而随着7月2日詹黄的一个官宣加入胡人,保罗乔却喊了一年加入胡人结果转眼是约雷霆,与威肖坚守,火箭虽然没有得到詹黄,但是有保罗在,人们那么广,还愁没有人加入,为此即便是阿里扎和巴默特的离开,莫雷也没有过多的挽留,毕竟是当了七年的总经理。 随后莫雷签下安东尼,格雷,詹姆斯尼恩斯,真定来但是却没有更新秀德安东尼·梅尔顿签约,夏季联赛场军功效是6.4加7.2加4的数据,这样的实力,远超周期,为什么没有签下呢? 有消息透露火箭,希望在梅尔顿与安德森一同交易,出去但是热火和老鹰都拒绝了,再加上梅尔顿只想和火箭签约一年,所以火箭会如何做呢? 有网友建议,还是先签军,留下为好,将来可接班保罗,可以重点培养,你们觉得呢?